我希望我以後成為一個 到時是昨晚為陶瓷所本出來的美麗跟誰 第三點湯頭故事 從三年前開始提供陶瓷課程 是讓小朋友都相當喜愛 雖然一開始 頂端還不記得什麼音要怎麼本 不過經過老師不斷記得已經練習 學生時已經有辦法 自己就演出一首音樂 有學生技術 希望未來可以變成一位陶瓷音樂家 我希望以後成為一個陶瓷音樂家 所以陶瓷可以讓我變成音樂家 最主要就是把這個音樂生活化 把這個很簡易的樂器 能夠帶到每個家庭 為了要落實教育保一人一樂器 一後一載家的目標 方恩表示 因為考慮到鄉村家庭的負擔 所以是選到介紹比較少 在這裡好處的陶瓷 來作為好好提供的頂端 讓全校美一位學生 都可以輕鬆用陶瓷來演奏 教育部還有縣政府有一個一人一樂器 一校一一團的這個政策 那我想我們小學校就是說 小朋友的家庭經濟狀況也都不是很OK 那要小朋友購買很昂貴的樂器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個最便宜的樂器 那最容易攜帶的樂器 來發展學校的特色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讓每一個孩子 都能夠學習這個陶瓷 現在好好也為民國九十八年生理陶瓷隊 全都學生每一個人 都有熟悉自己的陶瓷 而且可以輕鬆演奏出美廟的影子 當時好好也不斷為學生安排表演的舞台 讓學生能夠典現自己核實陶瓷的成果 繼續參與開場報道